Hello 大家好 我是教育局特殊教育支援第三組的Sharon 今天我們很高興邀請到一位嘉賓 來為我們做一個專訪 她就是聖文德天主教小學李國昭校長 她在2016年曾經參與 特殊教育支援統籌主任事誤計劃成為Sanco 而今日她搖身一變成為一校之長 相信她一定有很多心路歷程想為大家分享 我們現在一起請教她 今天坐在我們身旁 就是聖文德天主教小學李國昭校長 很感謝你接受我們的專訪 以我所知 你的前心就是特殊教育支援統籌主任 今天學年搖身一變變成一個李校長 在一個學校的統籌角色 對於整體推行融合教育起了甚麼作用 由管理層開始有一個清晰的理念 可以傳遞到給全校的教職員 我覺得是重要的 第二就是作為一個管理層 怎樣可以選出一個合適的Sanco 因為Sanco對不同方面需要的學生 本身Sanco自己的教育理念都是很重要的 可能是對學生有愛心有耐性 甚至乎是能夠為學生無私付出的 當我們選擇到一個Sanco之後 付權給Sanco 是可以讓Sanco發揮它的所長 學校管理層信任Sanco 這個對於Sanco自己的 personal growth 甚至乎是全校營造一個共融的文化都是很重要的 第三,在學校的發展架構上 我們可以嘗試為學生支援組 訂立一個清晰的架構 這個架構不只是Sanco一個組織 例如我們學校整個學生支援組 會有教務主任、過程主任、分副主任 而我們在上面也是兩位副校長 甚至乎是校長都會在這個架構裏面 我覺得真正正才能做到全校參與 知道要提升融合教育 管理層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作為現在校長的身份 你覺得如何去平衡不同持份者的訴求 以照他們推行融合教育的時候 你會更加相信 老師和家長的一個最大的共同基礎 就是學生的成長和學生的發展 任何事情如果我們都在這個位置 我們都聚焦在這個位置 其實很多事情我們都是容易處理的 教職員的層面 我們每年都會在一些教職員的例會 甚至乎是一些聚會的時間 其實是跟他們分享一些 平時怎樣去照顧學生 甚至乎我們定期一些例會 我們會透過一些個案的分享 這班出現了這個情況 當然名字我們會保密 你會怎樣處理呢 那個同事又會這樣處理 你會不會有更好的處理 其實都希望用一些實際的例子 讓不同的老師都明白 有這些情況出現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怎樣做的呢 第二樣就是在家長的層面 家長很著重的就是 究竟老師怎樣幫到他們的小朋友呢 如果我們只要聚焦在學生的需要當中 家長會明白老師怎樣做 最終都是幫助他的小朋友 都是讓他的小朋友可以成長的 學校管理層 應該跟不同的持份 進行溝通才是最重要的 我們平常家長日會有 陽光電話之外 我們每一年都總會有一些家長會 是特別是有特殊需要的學生的 讓家長明白其實 學校有些什麼支援的措施呢 甚至乎我們會問一下你們的意願 老師的角度可能說 這一樣是對小朋友最有幫助的 家長可能他有另外一些看法 其實是怎樣溝通 或者怎樣去和合呢 我覺得是就著這些不同的機會 慢慢地讓雙方明白對方是最重要的 因為我們經常都說家學合作 是 家長和學校之間的溝通和橋樑 正正是一個學生的成長為基石 我們都知道 貴校很重視融合教育的推行 有沒有一些實質的具體的例子 或者措施和我們分享一下 是 我覺得真的要落實全校參與融合教育 其實首先要想一下 如何學校創造一個共融的文化 其實我們有很多八尺 去衡量一個學生 是否所謂的成功 或者他們是否有成就 我們嘗試一個叫做BEST的創新課程 將全級的學生 混合不同的班 以小組的形式去上課 有些共同的經歷 為他們創造一些不同的任務 我們所說的重點不是考核成績有多厲害 而是透過大量的任務 讓他們學到我們所說的 21世紀的重要能力 包括我們所說的四師 他們怎樣去溝通 他們怎樣去協作 他們怎樣發揮他們的創意 以及怎樣去訓練他們的一個明辨性思維 雖然只是剛剛事行了不太長的時間 我們會發現成績比較好的學生 是否每樣東西他們都是很厲害的呢 我們發現不是的 相反地有些SEAN的學生 他們原來在一個團隊當中 是有一個很重要的調和作用的 ADHD的學生 他們是喜歡做不同的事情 你叫他們去面對群眾 他們是第一個走出去的 因為他們不怕 有些ASD的學生 我們就發揮他們的記憶力了 在一些我們所說的畫畫 創作上我們都會看到不同的學生 其實有他們不同的一些能力 正正是透過這些機會的創造 其實是讓學生或者讓老師都看得到 不同的學生其實都有他的優點 亦都是希望可以幫我們去慢慢發掘這個優點 其實一個平台設給學生 來發掘他們的共通能力都很重要 每一個學生都是一個個體 可能他們說的是他的專長 或者其他喜好 都是值得我們去發現 每一個都是獨特的 我們覺得是 對 以我所了解 李校長會善用我們教育局的資源 你也會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令他們發揮潛能 而你也會更加爭取社區的資源 以為及整個區分的學生 可以跟我們說一下當中的做法是怎樣的呢 如果我們能夠找到外面的資源 而且可以聯合幾間學校一起做 我都覺得其實在資源的運用上 其實是可以受惠更多學生 就好像疫情期間 我們都嘗試申請了賽馬會的抗疫基金 以一個魔術的形式 希望幫助到有需要的小朋友 為什麼會用魔術呢 因為我們覺得 其實在一個這樣的疫情下 可能在他們身心健康 其實都可能會有很大的影響 魔術是令小朋友很開心的一個引子 怎樣可以透過魔術作為一個起點 然後是加一些可能一些親自溝通卡 或者是一些繪本 甚至乎是一些情緒的工具 其實這個都可以在一個疫情之下 可以幫到有需要的小朋友 我們除了學校做之外 我們亦都聯合了黃大仙區十幾間學校 希望一起可以幫到區內有需要的學生 因為我們都很深信在這個時候 學習固然重要 但是怎樣照顧到同學的情緒 亦都是他們家人的一個情緒健康 甚至乎是他們之間的親自關係 其實都是同等重要的 近年推人融合教育 都有很多不同的措施 當中你覺得哪一行的措施 對於你的工作或者推人融合教育 是具有多大的作用 幾年前 特區政府設立了一個SANCO的職位 其實我覺得對整個 香港的融合教育的發展 其實是有很大的幫助 對於大部分學校來說 SANCO其實是屬於一個晉升的職合 是的 其實我想這個目的其實很主要 都是希望可以是透過我們叫做行政的層面 是怎樣真的可以發揮到這個融合教育的一個很大的作用 是的 而且它不是只是設立了這個職級那麼簡單 它也都 教育局也都安排了我們一些的SANCO 其實是有一些特定的課程 就是去進行這個訓練 很重要的我覺得一個位置就是 教育局都可以是幫我們設立一個Networking 不同區的SANCO 甚至是自己區的SANCO 中學的SANCO 小學的SANCO 其實都可以在一個群組裡面 其實是互相可以去幫忙 互相支持 互相鼓勵 讓我們可以重新再有能量 這樣做好我們融合教育的工作 第二樣呢 我自己覺得就是 在那個幼小銜接那裡 因為以往我們其實需要花很多時間 一連班的學生我們需要去了解它 包括在小朋友的能力層面 甚至乎是家長的層面 暫止是這兩年 其實我們有了一個幼小銜接支援摘要之後 我們其實就 學生一進來 我們就可以很清晰知道 他在幼稚園是受過什麼訓練的 他有哪一方面的需要 我們都可以很快地跟家長進行一個接觸和溝通 這個都是對於我們 教育都是這樣說的 先支援後評估 我們所說 可能李校長本身前身就是一位SANCO 我想你的感受會更加深刻 因為其實我們整個團隊 老師都是一個學習的群體 即是彼此去激勵 和SANCO之間那種信息的流通 和互相去勉勵大家 群擦群力 這也是重要的 昔日你是一位SANCO 今天搖身一變成為一校之長 其實這個職位上的轉變 對於業界同工都很有鼓舞作用 這個職位上的轉變 對於你推行融合教育 有什麼啟示呢 做SANCO的工作 我很多時候會花很多時間 精神去想想 怎樣可以切實幫到每一位學生 我都會和家長和同事溝通 作為一校之長 我其實不單止每一位學生 或者每一位家長看著我怎樣做 其實我校每一位同事 甚至乎每一個職員 都在看你怎樣去落實到文化的營造 你真是一個關愛的文化 怎樣建立出來 我自己怎樣作為一個role model 去真是可以切實幫到每一位不同的學生 這個我相信 其實在自己的角度 在文化上面的一個建立 其實是由我自己做起的 另外第二樣 就是在那個政策上面 現在就是作為一校之長 其實我自己覺得很感恩 以前我做SANCO的時候 我的校長很信任我 就給了很多自由度我去幫每一位同學 那現在呢 其實我自己怎樣可以 真的把校長以前對我的信任 我同樣信任我的同事呢 那我自己又可以怎樣 透過一些政策或者一些安排 是真的可以去把這個關愛的文化去營造出來呢 那這個我都覺得 是希望接下來一個很重要的路向 亦都希望自己可以做得到 剛才我們聽了很多 你校長的一些教學心得 以及怎樣去統領這班同事 走上這個融合教育之路 那會不會最後都有一些贈言 或者是真言去送給我們大家呢 如果你問我呢 我就是會用八個字的 就是嚴忠有愛 法外有情 其實我自己會深信一件事 就是每一個的同學 無論他有什麼特殊需要 其實將來呢 他都需要融入回這個社會 那所以我們怎樣是 即是從小開始 我們就教識他一些規矩呢 甚至乎我們怎樣是 嚴格地去讓他們各方面都可以 即是有一個發展呢 那我覺得這個位置 我們是需要讓他們去認識的 是的 亦都不太過分的例外 我所說 我們不同特殊教育需要的同學 我們都會發現其實他們有不同的特性 那麼我們怎樣在一個框架之下 我們是可以給到愛他們呢 當中亦都可以讓他們感受到愛呢 如果他們真的做錯事的時候 我們怎樣是可以包容他們 甚至乎是關注他們呢 那我覺得這個位置是需要拿捏的 那我相信李校長呢 一定是下了很多功夫 下去打造這個外的校園 那我們今天呢 時間差不多了 好多謝李校長來接受我們的專訪 那我們呢 有時間的話呢 我們再一起聊聊 是吧 剛才聽過李校長的分享 令我們明白到 由Sanko這個職位 變成了校長 當中的確不簡單 當中有很多工作上的點點滴滴 都很值得我們的反思 怎樣帶動全校的同工 來落實全校參與 希望這裡都讓你們 在教育學之中有一些啟示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